哈喽,大家好,我是齐聪 今天我想聊一下也是关于手套股的问题 就是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提出一个这样的论述 就是说,最近他们发现到手套公司的REAT TIME REAT TIME的意思就是说 你从你开始订货到你拿到货 总共要等待的天数 就叫做REAT TIME 有些人发现到这个REAT TIME减少了 减少了 然后就在那边一直狂吹说 手套股不行了 你看它的REAT TIME减少了 本来要等600天的 突然间变到500天还是400天 是不是手套股生意不好了 ok 所以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REAT 这个是什么情况 ok OK 手套股 它的REAT TIME减少了 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很正常的就是它的产能已经扩充了 手套股每年每个月它都正在扩充它的产能 这是肯定的事情 就是 比如说它今天做100个手套 明天可能做100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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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个 每个月都在增加 当你的产能扩充了过后 当你的REAT TIME减少了 有什么奇怪 我打个比方说 比如说 今天 这间公司它只有一间工厂 一间工厂 然后啊 它要给它的顾客啊 等100天 等100天 ok 然后如果明天 它从一间工厂变成三间工厂 然后它的顾客 如果本来要等100天呢 突然间变成只需要等10天罢了 从100天变成10天 这样这个公司不是要倒了 啊 你们可以明白它的意思了吗 如果它扩充产能的话 它REAT TIME是一定跌的 ok 它赚的钱会不会因为变少 不会的 再加上还有第二种情况 就是 什么情况下REAT TIME会减少 我告诉你 就是 很多人急着要现货 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排队排场了 我现在就要 我明天就要 什么办法 他们就只可以去SPORT我的 紧急订单 就是我现在 给多一点钱 拿现货走 当这种人变多的时候 就少人去排队了 少人去排队的话 REAT TIME就减少了 不过这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素 比较大的因素 还是因为扩充产能 ok so 我知道现在市场上啊 很多人啊 一直在找一些理由来 唱衰这个手套股 连REAT TIME这种理由也来唱衰手套股 是觉得很好笑一下 其实 我公道话说一句了 你要看手套股的前景 指标 你看一个就够了 REAT TIME是不准的 我刚才已经解释了 为什么你看REAT TIME是不准的 你只需要看一个指标就可以了 ASP AVERAGE SEALING PRICE 平均售价 OK 手套的前景就完完全全看它ASP 平均售价 哪一天 你看到这个ASP 跌下来的时候 你才 可以大大声讲手套股 我都不准了 啊 为什么 它的原因很简单的 OK 你想下无论是什么东西 任何的商品 一个商品 为什么它的售价会上升 不断的上升 因为 它 供不应求 就是 它的需求大过它的供应 它 比较多的人要抢比较少的货 所以它的价钱才有办法上升 它的需求 一直在成长 它的价钱才有办法上升 所以 只要手套的ASP 一天还在上升 它的价钱都 还没有出现问题 不要去看rate time ASP是最准的 OK 所以 只有当手套的需求跌下来的时候 当供应多过需求的时候 那个ASP自然会掉下来 那时候手套股的前景才出现问题 所以大家明白吗 看rate time 已经是完全不准了 我们直接看ASP 好不好 OK 不要在 网上 奇奇怪怪的各种论述 你直接看ASP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回现状 手套的ASP怎样 我告诉你 每一间手套公司 已经在他们最新的季报说了 ASP还在成长 每个月最少10%在成长 啊 每个月10% 一年120% 手套股 手套啊 从 去年疫情爆发到现在 你知道已经起了多少了吗 我告诉你 已经起了三到四倍了 本来只是百出块罢了 现在400块都有了 我本身是做医生的 我自己就是手套的消费者 真的是从百出块到接近400块 现在 而且 主管还跟我讲 还会在起 大家看着办吧 啊 所以我针对手套股的陷阱呢 一旦完全不能做一个指标 你要一个指标的话 我建议你 看ASP 看他就知道了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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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